首先請陳以信委員、謝伊鳳委員聯合質詢 巡答時間為六十分鐘 主席 幫我請書院長 請行政院書院長 請行政院書院長 主席 主委院長,你好 參議員,你好 我想,你們 辛苦了 這一次台灣防疫的成果領先全球 我相信所有的行政團隊 以及我們陳時中指揮官 大家都辛苦了 剛才我想要請教院長 我們行政院昨天宣布高中以下的師生嚴禁出國 請問我們法院的依據為何 我們根據是貴院剛剛通過的特別條例 而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也有明定 就是為了防疫之需要 我們可以做種種的限制作為 對 可是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七條 並沒有明確的罰則 那對於防疫的強制力 請問院長 你是不是會訂定相關明確罰則的院版修正 我們對於人民的權利義務 要怎麼樣子來限制 侵蝕等都非常慎重 而既防疫之需要 我們公佈的相關作為 人民應該遵守 如果有違反也依法處置 所以你目前沒有打算要訂定明確的罰則 是不是 我們對於母法所訂 那相關執法各該夜管機關也都訂有執法 對 可是因為我剛才看了傳染病防治法 並沒有規定 第七條沒有規定相關的法則 法院剛剛通過的特別條例對於相關應有的作為 應有的限制及作為都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我們都會依據相關規定來 所以我們會引用就是紓困條例的第七條的法則就對了 就是這個特別條例 好的 感謝我們除了讚許我們行政院防疫的表現之外 我也希望說在全球疫情趨緩之後 我們行政院可以將台灣這一次的防疫優勢轉化成台灣經濟發展的優勢 院長 我相信過去一段期間美中貿易的摩擦凸顯了大陸供應鏈的問題 目前我們看到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經濟急速的下滑 可是從經濟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 這只是一個短期的經濟衝擊 因為過去我們也曾經經歷過SARS或者是H1N1等嚴峻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 可是在過去之後 我們經濟就可以復甦了 不過在可見的未來 美中貿易的摩擦是不會停止的 那台灣產業在大陸生產短時間之內 是沒有辦法從中間抽離的 我想請問一下 政府對於台灣廠商大陸供應鏈移轉方向的規劃 不管是新南向也好 或者是我們要發展任何一項策略性的產業也好 我想要請問院長 行政院在台灣產業發展的中長期政策上面 有什麼樣具體的做法 謝謝委員對政府很多的關心跟鼓勵 那經濟本來就活的 那我們看到去年中美貿易戰開始後 我們台灣種種的作為在整個衝擊下 我們反而很多因此而有發展 連聯合國的報告都說台灣獲利最大 那未來這一次的武漢會員的疫情衝擊 當然全世界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目前還在發展中 而像當年委員剛剛舉的SARS的例子 那是一個V型的緩彈 那目前是不是會怎麼樣我不敢預判 那對台灣衝擊一定很大 但我們也是非常小心 因此才提出請貴院通過的紓困振興條例 就是希望化危機為轉機 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一方面減少人民產業受衝擊的困難 一方面希望藉機我們怎麼樣子能夠來振興 相關的作業各該管部會都有訂出相關的因應辦法 我是不是請審部長給你說明一下 我來跟兩位委員報告一下 可以看到美中貿易摩擦以後 然後呢這些過去我們生產基地 設在中國大陸的台商 也感受到在大陸生產的產品 銷到美國去要課20%甚至25%的懲罰性關稅 所以台商利用這個機會 重新檢討在中國大陸的生產基地 利用這個機會把高階的部分移為台灣 中低階的部分往新南向的國家來做生產的布局 那這樣的話台灣重新被定位為高階的製造中心 那可以看到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像我們的高階的伺服器 這個部分牽涉到security跟trust的部分 國際大廠都把這些訂單要求 這些我們的五大代工廠務必要檢討生產基地 所以移回來 所以這個部分以目前我們國內廣達移回來以後 相當的成功 量力95%提高到98% 而且呢在整個成本比大陸還有競爭力 所以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典範 那第二個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委員也相當有興趣 台灣的產業要有什麼方向走 第一個是高階的製造中心 第二個國際大廠都到台灣來 跟我們一起來做AI人工智慧的合作 所以未來台灣是一個高科技的研發中心 第三個我們的半導體 我們的半導體為了維持我們的先進製程的優勢 我們未來還要再投資兩兆七千多億 所以台灣半導體是一個未來 是一個先進製程的製造中心 這是第三個中心 第四個中心是我們現在利用能源轉型 我們把這個所謂的綠能 包括太陽能跟我們的離岸風電 利用我們能源轉型的機會 以國內市場來培養我們產業 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所以我們未來台灣又是一個利能的亞洲的發展中心 利用這四個中心可以讓台灣未來我們整個經濟繁榮 20年到25年 院長 我知道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規劃 但是我希望說我們可以藉由這一次我們的防疫優勢 讓台灣能夠成為我們台灣未來在國際經濟發展上面的優勢 因為目前我們的口罩台灣隊表現非常好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可是在未來國際合作上 我們台灣的國家隊也不可以停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過去我們大企業比較多的 有辦法比較多的 他們全球的佈局可以轉移生產基地的速度非常快 可是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在過去很多次經濟轉型當中 政府都引導我們的中小企業俯補前進 讓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那我希望我們的國家 這一次不要在這次的經濟轉型上面 因為過去幾次我在委員會裡面諮詢部長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針對我們的未來產業的策略 以及未來國家中長期產業的發展 有提出比較具體又實際的做法 那我在這裡也請我們的院長可以加強 我們的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國家隊 與口罩國家隊也好 跟我們的外交團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產業也好 可以加強台灣與其他國家的合作 甚至可以發展深化成雙方的經濟合作協議 院長請問你在未來的三到五年之內 就這個面向你有沒有可以提供什麼樣子 嶄新的發展呈現給我們國人 我覺得委員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應該要這樣做 那跟世界各國尤其先進國家 我們要有很多的合作 台灣不能自外以世界 那不要講說未來經濟其他面向 就以現在防疫來說 我們也會跟先進國家 就防疫的疫苗藥品各種方面 我們也來合作 所以未來也應該如委員所講 這樣的方向 我們也會做這樣的努力 至於哪一些部會應該怎麼樣做 相關的部會應該照這樣來做 我是不是跟委員來報告一下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說 產業的發展的策略 position paper 如果 沒有其實 我很有興趣的話 我們工業級 每一個產業 都有產業的發展策略 部長 部長 其實我不是針對你的部分 因為你的口罩國家隊現在是受到肯定的 可是我講的其實是跨部會的合作上面 怎麼樣子在我們的經濟部 跟我們的外交部 或者是其他相關的部會 共同來合作 幫助台灣深化跟其他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 甚至可以發展出經濟合作的協議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 這個部分你也可以代替院長回答嗎 這個部分你也可以代替院長回答嗎 我們跟外交部一起 跟美國AIT一起在談 我們整個高科技的合作 有 那院長呢 院長呢 院長就是 另一個方向 目標 那相 表示政府的態度 那相關的做法 都會各部會來做 所以反正 院長你一定會朝著這個方向 努力前進對不對 我剛才講 委員所講的這樣 很有道理 我們覺得 這本來就應該往這樣來做 至於跨部會之間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秘書長 副院長 甚至於我 都會親自主持 就如同 委員一再肯定的 口罩國家隊 對於口罩 要怎麼樣子 真用機器 佈置 產線 以及口罩 要不要用實名字 實名字要不要進到2.0 有很多事要誇部會 就由我來主持 好 謝謝 兩位部長先請回 謝謝 院長好 院長您是第二次擔任行政院院長 我想跟日本的安倍首相一樣 您都是時隔多年再度擔任行政院院長 大家都覺得安倍首相的第二任做得比他第一任還要好 那我今天 日本安倍首相也成為戰後日本在位最久的首相 我想請問蘇院長 請問您覺得您第二任的院長的政績 比起您第一任院長的政績 哪一任做得比較好 謝謝委員的關心 經過了十年估計 長遍了人間冷暖 看盡了政壇的現實 嘴臉 我已經不看數字了 我看的是感覺 看的是實際 就以我上次做院長和這次做院長 我非常感謝蔡總統對我的信任 讓我能夠發揮 而我看台灣人民在這一次疫情的衝擊下 一定特別的感覺得到有政府會做事 做台灣人很幸福 才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有在為保護人民盡心盡力 我也非常謝謝貴院這一次展現非常大的團結跟效力 最快的速度通過防疫條例跟特別預算 讓政府能夠做事 而人民對政府信任 所以這次能做很多事情 很多是過去累積下來基礎 很多是大家一起合作 我會更努力 我不敢說會做得比以前好 但我是覺得經驗比以前豐富 我也覺得我們這個團隊大家密切合作 而我個人已經不在乎好或者不好 我只是盡力做 謝謝院長 您這個答辯的能力 的確很多的進步 而且 但是我必須要說 今天您剛才可以說 您現在不看數字看感覺 但是對於人民的生活 數字是最明顯的一個根據 所以我今天提出一些數字 來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我們第一個看 民眾之間 他們在生活的民生經濟上面 物價膨脹是他們最大的一個感覺 我們看第一個數字 在2006年你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當時的通貨膨脹 年增率是0.6 去年 您也擔任行政院院長 一整年呢 是0.56 老實說 這個成績不錯 在物價的這個通貨膨脹的控制上面 所以前後任的蘇院長在控制物價上都不錯 可是今年 由於疫情的關係 美國聯準會也已經降息 接近零利率 所以今年要維持物價平穩 特別的不容易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請院長能夠全力的維持 我們接著看第二個 經濟成長 2006年的時候 當時經濟環境也不是很好 當時的經濟成長是5.8% 但是去年的經濟成長 只剩下2.69% 只有當年蘇院長推動經濟的一半 那麼今年 有疫情的影響 我們覺得經濟成長呢 也不容樂觀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請院長能夠加強應變的方案 下一個我們來看 外國來台投資 這代表國際之間對台灣的信心 當年蘇院長能夠吸引外來投資全年是139億美元 去年的蘇院長吸引的外來投資是112億美元 大約少的兩成 所以我們要請蘇院長再加油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失業率 當年總體失業率3.91% 去年的總體失業率3.73% 有進步 可是這個是全體的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來看下一個 大學學歷以上的失業率 可以看到之前是4.36% 去年是4.76% 這代表什麼 代表高學歷的優質工作變少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15到24歲 青年的失業率 當年是10.31% 去年是11.88% 接近12% 這代表什麼 代表大學生高中生他們畢業要就業 卻比以前還要困難 那我這邊是經濟跟就業 這個總裁可以回去沒有關係 這個等一下是有關於治安跟交安 我們全部一起結束再請院長來做一個評論 好 我們來看治安跟交安 院長當時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非常有魄力 號稱治安院長 您當時一上任說半年內沒有辦法改善治安 你要下台 很有魄力 所以當時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的確當時刑案發生數很高 每一年有五十一萬件 去年有明顯的下降 有二十六萬件 不過我們如果去看裡面的一個犯罪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 詐欺的顯醫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當年只有一萬九一年 去年有三萬 上升了五成 而毒品犯罪也更加的嚴重 第二級毒品 當年是一萬三千人 新的數據去年是三萬兩千人 第三級毒品 當年只有253人 而去年卻有一千八百人 這個是治安 我們再來看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 對不起還有一個性侵害的被害人數 也上升了三倍 當年是一千人 現在是三千人 接著我們來看交通安全 飆車的數量也大幅上漲 飆車的數量也大幅上漲 在過去是三千五百件 而去年有一萬兩千件 而因為駕駛過失的被害人 受傷或者死亡 數量也上升了三倍 當年六千人一年 六千六百人 而去年卻有一萬九千人 院長 您怎麼樣來看待您前後的這樣一個政績 跟社會狀況呢 謝謝委員 委員市 經濟的專家 數字非常內行 我沒有對數字 沒有任何意見 但我和人民一樣 不太會看數字 我看的就是感覺 當年是台商 台灣人一直往大陸去投資 但這一次是一直回來 回來就達八千多億 當年我們漸漸是亞洲四小龍之末 現在我們亞洲四小龍第一 而我的感覺是 無論時空背景怎麼變化 政府都只有一件事 就是盡力的做好做有效力 讓人民安居樂業 所以委員很謝謝你 點出這些數字 如果做到還不夠好的地方 我會率同所屬再努力 看能不能再做得更好 時空環境不能相比 但我們看到不只是台商回台 連外商外資都大量的在投資台灣 台灣確實有讓人信服的地方 相信跟佩服 那我的意思是 我們一定要讓台灣更好 到底這都是我們安生立命的地方 那經濟學家可以從很多方面 點出政府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或者可以點出來的 那我會相信我們團隊裡面的專家 大家看怎麼樣子來做 委員也是專家 可以點出來 看哪些方面我們做得不夠 請多指教 謝謝院長 院長其實今天 不是拿其他院長的成績來跟您比較 是拿第一任院長的成績來跟您比較 贏也是蘇貞昌 輸也是蘇貞昌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要鼓勵行政院 能夠請您回頭看看當年有破例的院長 是怎麼做的 您現在還是行政院院長 這些數字還在這邊 現在才今年三月 你還有機會 還有能力 用今年的政績 把你過去曾經做的 比現在還好的 把它調整回來 院長你可不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期待 一個期許 應該的 好 我們現在請一副 院長 剛才你提到了說台灣現在是小龍的前面 這個部分我舉一個台灣國際競爭的實力 來問您 請問你曉得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跟新加坡同時宣佈為Fintech發展的元年嗎 我這裡有一份 我們2019年IFZ 它的研究報告裡面有指出 在全球的金融科技中心的排名裡面 台灣跟台北其實都沒有幾近前30名 但是呢 我們跟我們同時間宣佈發展Fintech的新加坡 它是名列第一名喔 另外一份的研究報告裡面喔 也指出喔 台灣的排名是50名喔 新加坡的排名 Fintech排名是全球第三名喔 那還有喔 剛才在那個IFZ排名裡面喔 我們 就是同樣亞洲城市裡面 有香港 有東京 有首爾 有北京 有上海 他們都是在Fintech的排名前30名裡面喔 我其實不認為台灣的科技人才 或者是台灣的科技技術喔 是落後這些城市的 可是為什麼我們跟新加坡同時啟動發展Fintech 可是我們的腳步卻遠遠的落後喔 是我們的法令鬆綁不夠快 還是我們金融監理機構風險控管的能力不夠 還是跨部會協調合作 沒有成為我們產業發展的助力 反而成為我們的主力 跟委員報告喔 我想 我不太清楚就是說 剛剛提出來的各項排名 它的依據是在哪裡 不過我想各國在發展金融科技 都有它的一個 實際要發展的一個底子 到底是如何 那麼 新加坡您剛剛提出來 那大家當然都很清楚 新加坡跟香港 他們是亞洲 現在算是一個區域的 一個金融中心的一個地位 那麼台灣呢 有相當大的製造業 那也有相當大的服務業 需要被照顧 那所以我們在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呢 我們大概兩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風險控管 那鼓勵創新 那對於這個相關的風險控管 是我們在發展金融創新的同時要注意到的 那就法規的這個部分呢 在107年的時候呢 我們正式施行了監禮沙河 那實行了監禮沙河之後呢 我們鼓勵 非金融業者來申請監禮沙河 那最近呢 也已經發展出請金融業者來進行試辦 試辦跟沙河兩個來並行 那我們想我們也已經有7個 監禮沙河的案子 正在進行實驗當中 那相關的這些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的運作 也得到國際上很好的一個口碑 所以我們認為 在金融科技的這個發展上面呢 我們不能夠說我們如何的去領先各國 但我個人認為我們並沒有落後於世界 可是剛才院長提到的是 他認為我們的就是成就 是超越了亞洲其他的國家 我舉這個例子 不是說來打臉我們的行政院 我只是希望我們行政院 就我們在國際的競爭力上面的發展的程度 也可以像我們的口罩國家隊一樣 我們需要跨部會的合作 當然我知道政府在這個整個 金融科技的發展裡面 我們有時候會擔心 我們法律如果鬆綁的話 會產生的風險控管 就是產生的風險會比較大 可是我們政府到底有沒有風險控管的能力 政府的確是成為這個 翹翹板裡面最重要的支點 可是我們想要了解的是 這就是從2015年到現在以來 我們政府在就是調配法令鬆綁 跟所謂的風險控管的支點有沒有改變 我想金融監禮它有一個首要的 就是說任何的創新都不能夠造成對金融 持續穩定的一個危害 這個我想是最基本的 金管會也是秉持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再進行相關的金融監禮砂盒的實驗 金融科技的一個發展 像去年我們這個辦了第二屆的金融科技展 相當的盛大 那比起第一屆都有更好的一個口碑 那我想我們這個部分也跟新加坡 香港等等也在媲美當中 那我們進一步的這個金融科技的發展 我們會運用相關的包括AI 包括區塊鏈等等 那我們最近也會提出電子支付 跟電子票證的合併 來進一步發展這個支付上面的一個創新 那相關我們包括現在在進行實驗當中的小額 匯隊等等的這些或者有利用區塊鏈 在保險的科技上面也都在進行當中 那我希望我們在兼顧風險控款情況之下 來鼓勵金融業的創新 那金融業的專利的金融專利 也是這兩年以來應該比去年的整個十年 都要來的提升 那相關金融科技的支出也大幅的一個提升 所以我想我們當然委員如果有任何指教 我們當然可以隨時再交換意見 不過我們確實很努力在進行相關金融科技的發展 院長我在這裡再提出另外一個例子 上個禮拜其實我們在經濟委員會裡面 有討論到再生能源的相關的討論 那我們經濟部長他也提到了說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台灣的民眾關心的是說 讓台灣的金融業者加入離岸封電的融資案 這個問題因為畢竟這個牽涉到很擔心說台灣的銀行業投入會不會有風險 當然審部長他的回答是希望讓台灣的金融業者參與離岸封電的融資案 因為會培養台灣本土的金融業者有參與國際的封電 封廠等等大型的投資案 甚至我們可以引領成為亞洲或者是東南亞國家 未來有相同的就是電廠的投資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領導整個開發案 我也是非常贊同喔 不過我想要知道說我們現在目前國際金融的發展 因為我沒有看到有台灣的金融的業者 就是金融的業者可以去主導這樣子一個國際的開發案 總統委員報告大概相關的綠色金融 如果我們區隔成間接金融跟直接金融的話 間接金融大概就是所謂的貸款這一方面 那這個都是屬於無追索權的專案融資 無追索權的專案融資在過去我們的本國銀行經驗會比較缺乏 所以金融會的策略就是先開法規鬆綁 讓外商的銀行先引導 之後再由民營的銀行再來主導 那接下來就是公股行庫也會加入 那我想現在相關的這些離岸封電所需要的很大筆的這些壽星案件 已經逐步的不管由外商銀行 然後接下來由這個民營的銀行 那再來公股銀行都已經有在參與 而且有相關的聯單案都在進行當中 那另外我們也鼓勵保險業去投資到這個綠能產業裡面去 那這也做一個相關的法規鬆綁 那另外我們也發展這個綠色債券 那綠色債券在貴買去年一整年呢 大概發行的金額已經超過了1000億 我想這些不管在直接金融跟建業金融上面 我們都努力的在營造一個友善的一個綠色金融的環境 謝謝我們主委喔 我這裡你提到了綠色債券喔 我也有一個疑問喔 目前我們台灣綠色債券的 就是你除了提到的量的以外喔 我想要了解喔 我們信用評比是怎麼樣子評估喔 我們次級市場目前的規劃是怎麼樣的喔 還有我們金融機構參與的情況喔 因為我覺得在所有次級市場還有我們信用評比等等的相關 如果有完善的規劃 才不會讓我們的政策執行目標 永遠停留在充量的這個部分喔 我們應該是讓台灣的廠商可以參與成為世界級的 就是綠色金融的主要的業者喔 讓他們可以為台灣的金融服務業製造更高的產值喔 跟委員報告這個信品的這個部分 大概實際上就有兩種的信品 一個是對發行人做信品 一個是對債券本身做信品 那現在主流上面當然是對債券的本身做信品 那我們對於相關的一個信品 台灣有幾家信用評論公司都是在國際上知名的 這些那他們都是市場上都仰賴他們所做的一個信品 那我們對保險業在投資的時候 對於相關的信品也都有一些嚴格的要求 其實市場上面的濾債相關的一些信品 也都是依照一般的信品 不過如果您指教的可能是說 綠色債券可能的一個分類啦 會有涉及到有些氣候 比較氣候倡議組織他們要求一個濾債的標準 會比一般國際的另外的那個標準來講 會比較嚴格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在濾債的這一個標準上面 那也許有些時候我們的分類是說 你只要能夠減碳節能 大概就補於綠色債券 那有氣候債券組織他們可能會對濾債的標準 會更嚴格一點 一定要跟氣候相關的才能夠列入到濾債 那這個部分兩個部分我們正在請貴買 貴買中心正在研議就是說 如何讓再來做進一步的一個讓投資人了解 這個綠色債券是同時符合兩個還是符合哪 其中一個這樣子 院長其實我們政府這一次在整個再生能源 甚至我們繳了非常多的學費 我們繳這些學費就是希望我們台灣的再生能源 相關的產業甚或是我們的金融服務業 未來在國際的就是能夠在國際的市場上 佔領一定的地位協助台灣未來經濟的成長 那我相信目前我們發展的腳步還沒有超越亞洲的其他國家 我們還有一段很大的空間 希望院長可以協調行政院各部會 通力的合作讓我們未來再生能源也好 或者是綠色金融也好 都可以讓台灣未來的發展可以引領亞洲其他的國家 我相信這才是我們台灣民眾希望看到的 謝謝委員指教 作為一個行政院長講的就是一個目標跟態度 我剛才已經講過一次 所以剛才我們顧主委談的就是關於我們金管會 相關的作為 那我談的就是政府的態度 政府發展綠色能源再生能源 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 相關不但我們的部會要全力支持 包括相關我們工股銀行等 對於政策目標都必須協力進行 就如同這一次在防疫紓困跟振興裡面 我們編了100億已經貴院通過了 之所以用100億就是要提升到1000億的這個目標 讓我們受困產業能夠有振興的機會 也就是信用保證基金等等來 讓這一方面能夠讓受困產業獲得貸款 這都是一種態度 所以發展栽生能源綠色產業政府的態度是這樣 相關的都要全力來支持委員長的 我相信所有部位也知道行政院的態度 我們會往這方面來努力 院長不好意思喔 你剛才提的是紓困特別條例的預算了 我相信 不是舉那個例子 對對對我說紓困它其實只是現在在救急 希望說產業不要在這一次的疫情當中 就又因此就是倒閉或怎麼樣 可是在未來台灣經濟發展上面 跟國際經濟的合作上面 其實我們要利用這一次防疫的優勢喔 委員不要誤會啦 我是舉例 舉例說政府現在要紓困要振興 所以銀行大家往這方面走 政府也編了預算用信保基金來減少他們的風險 同樣政府要發展再生能源 綠色產業 政府往這一個目標 行政院講這個目標 相關部會相關行庫 往這方面走 往這方面推 這樣才像個政府 這才是叫做集權國之力 往一個目標來走 對對對 畢竟台灣 就是相較於其他比較大型的國家 我們的人力跟預算跟支援是有一定的限度喔 我們國家發展的政策目標 還有實際的作為步驟以及時間表 要有明確的規範喔 才會讓我們國內喔 大主要的中小企業為主的這些中小企業喔 有依循的標準喔 讓我們大家都可以往共同往一個方向去前進喔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院長喔 可以就我剛才提出的台灣產業未來中產期的政策 以及我們科技 金融科技 還有綠色金融等等 給我一份完整的我們政策的規劃內容 以及我們執行的步驟以及時間表 可以嗎 好 我們答詢如果還有不完備的地方 相關部會會敬備書面 請指教 好 謝謝 各位委員補充 剛剛省部長也提到嘛 我們有發展各項的中性 那特別像亞洲的綠人中心 我們金融一定會挺綠人的 主委留步一下喔 剛才院長喔 有這個強調 院長要把方向掌握住 讓各部去全力充值這個是對的 但是從剛才您的答覆喔 就證明您對金融的理解喔 可能還不是那麼的夠 我們今天談再生能源 我們今天談綠色產業 但是我們今天委員在這邊談的是 綠色金融綠色債券 國立的電力市場喔 這些東西其實還比那個還要再超越一些 這也是我們未來要推動喔 不管是要加入這種CPTPV 這種高級的這種貿易協定喔 我們都勢必要更大程度的經濟自由化 而經濟自由化我們也要更大程度的 就是金融自由化 這些是喔 環環相控 沒有辦法漏掉的 這一點喔 我想剛才已經對答很多了 我想請這個金管會這邊喔 身負重責大任 那院長呢 也有這個督導方向之責 請你們喔 在這個上面也盡期的加油努力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進下一個題目喔 我這邊可不可以請這個 主委請回 那我們是不是請陸委會陳主委 請陸委會陳主委 兩位委員好 是院長好 主委好 好久不見了 我想請問喔 這一次喔 第二波的武漢包機喔 在一個月之後總算是成行了 那麼我們首先對於這個成果 必須要表達肯定 但是對於整個協商的過程喔 外界看起來喔 非常的奇怪 我想請問這第二波的 武漢包機的這個協商過程 到底誰在談 在哪裡談 是怎麼談的 誰先讓步 有沒有協議 這個地方我想請院長請主委 跟國人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我想跟委員報告喔 因為這整個在協商後續 還有第三波等等 所以嘛 在整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對外說明 等整個完整之後 這個我們會接受你們貴宴的監督 各位 這一個答覆喔 實在很難令人滿意 在這個殿堂之上 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社會上有多少人在要求 兩岸之間 進行的協商 進行的談判 必須要透明 不能夠黑箱 國會要監督 這個都不是我今天 站在這邊第一次說出這些話來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主委居然在這個事情上面 表示說沒有辦法 在國會殿堂上面透露跟公開 院長 顧問也報告 這現在是在一個協商的過程當中 我想全世界都一樣 協商的過程 本身就有它的一個整個完整性 跟保密的必要性 那麼我們願意接受國會殿堂 整個協商完成之後 是不是在折襲 好 那我換一個角度來問 院長 上個月的時候 您曾經提出四個堅持 對不對 在二月初的時候 談到下一次如果有包機的話 你有提出四個堅持對不對 我對於第一次發生的種種狀況 覺得我們一定要堅持相關的這個原則 那第二次也有讓我們 華航過去接人 也大體上都有照我所提的 您還記得哪四個堅持嗎 當然都有講弱勢優先 我們要防疫優先 我也特別要良力而為 同時呢 我也希望相關的 我們這一些做法 都必須要有對等 大家來談 我對這一方面 是相當堅持的 最後一點 您剛才喔 粉飾太平 您當時講的是 政府對政府協商 您還記得吧 我們事實上兩邊 雖然中間都有相關的單位 其實都是政府 所以院長我現在就是要請你 細節不用多談 像剛才主委講的 但是我就問你這一點 第二次的包機 您原來所堅持的政府對政府的協商 有沒有做到 我們在兩邊對應你今天的這個情況 我們很多事情 如果沒有政府 兩邊的政府同意 不可能 揮機揮來揮去 不可能人接的回來 但雖然接觸的 都有所謂兩會 兩岸之間的種種 我們只希望事情能夠成 尤其這一次 要接回自己的同胞 是我們台灣政府一再最堅持的點 所以我們反而沒有那麼多的政治 所以不是政府協商 這一次不是政府跟政府協商 這一次不是政府跟政府協商 這很清楚 但是都是政府在後面定奪 清楚得很 好 跟委員補充報告 那麼過去兩岸簽署很多的這個協議 後續有很多所謂的小兩會 那麼有關民航 包括過去所謂加班機等等 基本上是由民航之間的小兩會 來代表政府加以 付委託 這不需要付委託 所謂付委託跟委員報告 是我們委託海基會 海基會在委託某一個公協會 這個才叫付委託 在歷史上雖然法規上有定 付委託 但是跟委員報告 從兩千年 定項相關的法規以來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 付委託的經驗 好 這個我當時也在立法院 我心裡有數 這邊我要問 這一次 東方航空跟華航 兩共同飛 這是其實 國內很多人一開始 都有這種建議跟想法 這是台灣的讓步 還是大陸的讓步 還是兩岸在這過程當中 同時各讓一步 我不建議委員 很難描寫 很多事情 反正 我們希望把同胞盡量的接回來 也有接回來 中間也真的是一波三折 但我們 為了接回同胞 雖有委屈 但我們總希望 接回同胞 是我們最大的信念 但是雖然中間有很多的辛苦 這個過程 現在因為還有很多同胞 我們很希望都接回來 所以我們也不願意 在這上面多所琢磨或計較 不過心意是一樣的 我們總希望 對岸能夠把這個 兩邊少一點政治多一點 這個防疫才是正辦 院長我想 剛才你展現出這個 希望國人回來的心 其實也是這一個多月以來 很多人很難感受到 很多人感到寒心 所以我這邊要說 不管這一次的模式 是橫濱模式 為什麼沒有感受到 還是 已經拖了一個多月 在整個過程當中 但院長 我現在不要再刁難 一個多月就是因為對岸 老是堅持這個 堅持那個 所以才會這樣 但我們雖經波折 卻仍接回來 所以這是政府 歷經辛苦 院長 還有很多人在那邊 我下一個問題就是要問 第二波包機模式 不管它是橫濱模式 還是它是香港模式 還是準橫濱模式 不管 事實上第二波包機模式 已經自成一格 已經自成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第三波包機 可不可以用 我從也沒有講過什麼橫濱模式 什麼模式 我是一個人 不願意做框架的人 我一直認為 目標是什麼 怎麼達到 才是重要 我的目標就是 接回我的國人同胞 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接回的國人同胞 都是有一定的防疫要求 因為我也必須顧得到 在台灣的兩千三百萬同胞 所以我也是覺得 不必有那麼多的政治語言 或者政治動種 我很不喜歡那一些 框框架架 符號 原語 我想的就是 怎麼接回來 所以 如果不是對岸的主腦 老早我們是接回來 院長 現在第二波成功了 這個模式可不可以再用一次 我就這麼問簡單的問題 問主委 問院長 第二波裡面 也受盡辛苦囉 你如果看看 那個過程 我們要接回來 本來華航 去接好好的嘛 對不對 結果 你看看 還是東方航空 同時我們的檢疫人員 是受盡多少辛苦 所以 我不覺得 說 這是叫做什麼模式 我只有一個 一個 就是為什麼不能我們的飛機 去接我們的同胞 做這麼簡單 院長 我們現在不是在跟我做協商 你們剛剛說 這個協商的過程 你們都還在進行 等到適當的時候 就要對國會公開 我等著你們公開 但是我這邊的希望很簡單 台灣人想回來 我們政府全力幫忙他們回來 陸委會第二波的包機 雖然很辛苦 華航 我們的檢疫人員都很辛苦 但是至少人回來了 就像您剛才院長說的 第三波 他們還是希望能夠儘快的能夠回來 主委能不能夠全力在這上面 來全力以赴 跟委員報告 剛剛院長也指示得很清楚 我們最大的目標 我們是要把國人接回來 那麼 要 但是也要量力而為 我們國內整個防疫的措施 防疫的能量 是不是 所以 總體目標 我們當然願意 它是我們的國人願意把它接回來 可是 國內本身在防疫的工作不能有破口 這些都要做好準備 我們才有可能有下一步 這樣子 好 院長喔 我想請教一下喔 你說的喔 在沒有框架下 你要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我們不要設框架 那你說最快在什麼時候 你目標要接回我們的國人 因為這不是我 台灣一個國家自己做決定就可以 涉及到對岸 中國的態度牽涉到成與不成 所以這個困難是在這裡 你說你會極力的去協商 你不會有任何的框架 你會協調跨部會 不錯 來盡速達成 對的 讓我們的國人可以反台 當然 那院長 我想喔 除了在武漢的台灣人之外 這兩天我們看到 全球疫情擴散 很多國家都在關閉他們的border 我們看到我們有旅行團 在摩洛哥 有旅行團 在秘魯 甚至還有其他的地方 都有突然受到管制的台灣人 那他們現在很多都想要趕快回來 院長你可不可以交代 我們的外交部的駐外管處 來全力的協助呢 當然 已經早已交代 我們的外交部 在外管 都盡力的協助 不過很多國家 他是整個封閉起來 他也不是對台灣人對什麼 他是整個國門就封閉 這個院長 現在這個部長已經上台了 其實上個禮拜 我們在外委會的時候 曾經就當時意大利的狀況 我有提醒外交部要超前部署 當時我們說 西班牙 德國 法國 疫情都在擴大 那現在我們看到 不只是這幾個歐洲的國家 其他國家都起來 我們外管在同仁在國外非常辛苦 我們的口罩也要提供給他們 他們在這種情況下 顧自己的防疫 還要幫助我們的國人 真的非常困難 我們都可以了解跟同情 但是 這個時間點 我們還是得要全力的幫助我們的國人 能夠回來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我並沒有要這個 多談的 只是希望院長 能夠在這個節股眼上 特別的要求外交部 全力的協助 不管是調動班機 甚至必要的時候 能夠包機撤僑 這些都要 SOP要做好 這些考慮 然後來幫台灣人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的外管 已經全體總共演了 而且隨時都在待命 那現在涉及到 摩洛哥或者是秘魯的部分 因為他們國民已經關了 機場已經關了 全部關閉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外管 就協助他們在那邊 就安置他們 讓他們在旅館裡面 不用擔心 那等到機場重新開放 我們就安排他們離境 即使現在有包機 機場封閉的狀況之下 也沒有辦法去 這個地方 其實需要政府 更大的一個協助 我要請院長 這個 在海外的台灣人 都是一個心 愛台灣 希望回來 希望全力的幫助他 好 我想下一個 我要請衛福部 陳部長 衛福部和次長 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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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的時候 我們是線上參加 參加人家辦的會議 今天要問院長 其實 現在看來 台灣做得最好 全球台灣防疫第一名 我們可不可以反客為主 反客為主 自己來辦 全球的防疫的線上會議 我們在場 有專家 我們有陳時中 衛福部長 有這麼多防疫的專家 都是全球頂尖的 我們有最會辦 線上會議的唐鳳委員 政委也坐在台下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來辦 讓全球的防疫專家跟官員 線上來參加 來提問 讓我們主動來幫助其他國家 來做這些防疫的工作 讓全世界都知道 不讓台灣參加WHO 是全世界的損失 您說這樣好不好 確實不讓台灣參加WHO是全世界的損失 那台灣只要能用什麼方法 可以對世界有貢獻 台灣可以幫助 我們一直是堅持這樣 也願意這樣 所以委員所提出的這個方法 我讓他們看看 這可不可做到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也是好事 這是好事 好 我們上個禮拜 我看到外交部主動安排 陳部長跟駐外的使節講 這是好事 可是這些使節都不是防疫專家 怎麼會懂呢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讓這些 全球的防疫專家 直接跟我們第一線的防疫專家 在線上對話 讓他們直接來問問題 把我們的經驗直接告訴他們 我想這個是台灣在全世界 最好推銷的一個方式 而事實上也是對全球公共衛生 最大幫助的時候 好不好 院長我們來試試看 好 好 那我 OK 謝謝 次長 我沒有要補 好 院長 我台南人 我現在有台義來 我台南人 我現在有台義來這順 好嗎 好 台南 鐵基路 第一發的事情 我們對民國八十二年就開始說 對不對 那時候都沒有錢 剛才你第一次做的行政運營運營的時候 你到台南你去選擇 全部的經費295億 你說中央可以付借 224億 你去 有記得嗎 好 不過 那時候你真有欺負 我也跟你講 好 不過 現在 因為 我們體 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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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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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小 當続 然後 你 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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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уществ 好 這 你 пл Teacher 你敢不順利牽起來 去把那個住戶都牽起來 如果是來進步贏 四月八日 鐵路 鐵機路 沒什麼事 第二 你會記住的啦 不是你有記住的沒有啦 會記住的到有記住的 所以語言是很親愛 但是你這麼年輕 說得這麼認真不簡單 我對法國 到底是安全用 總是牽涉人民的管理 和政府 經濟的作為 我看這部份請家庭部長幫你報告 要跟委員報告 四月八號這個當然判決的結果 因為台灣是民主的國家 依法行政 那絕對會 當然會影響我們後續的一些推動 不過我們也秉持的 當然 因為這裡面也涉及到可能 就是由內政部門 涉及到都市計畫 有一些變更或徵收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地下鐵 所以這個情形 我們也不預設結果 就靜待四月八號判決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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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來政府贏你這樣就要聽嗎 你這樣不能再等下去 我跟委員說明 其實依照行政權 我們就是可以 現在就可以推動執行 但是我們也兼顧法理情 因為竟然只差幾天 所以我們也呢 這個拆遷也延到四月八號以後 那如果是內政部 這個是勝訴 我們當然就按照原來的 我跟委員說 這都要等到訴訟結果 那我們國家也沒有辦法 這個往前走 這個行政權也有他 這個可以的來執行的 第二個結果 第二個結果 如果是民眾贏 如果民眾贏 那內政部現在還要上訴 怎麼可以放棄 可不可以放棄上訴 如果民眾贏 四月八號 如果民眾贏 可以放棄 說這次政府贏輸 不要再告了 我想這個是一個 跟委員說明 這是一個比較假設的問題 因為說我們會輸 一個贏一個輸啊 這個輸了以後 還要看這個理由啊 不是說輸了以後 我們就馬上現在 根本就連輸贏都不知道 我就先講說輸 我們會怎麼樣 這個 我們不做這種推論 這個我們以前當律師 不會說馬上都推論說 如果輸了以後 我們就怎麼樣 不會這樣推論 也沒有法律專家 會這樣推論 這條十幾年前喔 你很用心的 現在有這個困難 後果的事情要大條了 請你可以好好顧民眾的心 好不好